刘彤老师六岁就跟着您 小的时候刘彤老师 是不是您也得经常批评那个小孩吗 不是 没有 也没有 没有 没有批评 只有冷暴力 就不理他了 师傅 师傅 您听听我跟你说一段 说吧 闭着眼 听 听不像人话了 出去 就俩字 就解放了 蹦着就出去了 何止当下课这么理解的 惩罚当奖励了 蹦着就出去 找小朋友玩去了 再回来 再回来 您听我再跟你说一遍 但是还这么 出去 又蹦着出去 但我就是从小 看见我师傅就一点紧张 到目前也是 我那罐口 罐口我先挂吗 那罐啊 现在已经开始紧张 他不在家 我都能背下来 我一看见他 我能背出四样 就全忘了 六岁的时候 因为不懂事 另外那时候 我也不会教徒弟 他六岁那年 我还在兵团呢 所以那时候 我还是小孩呢 你看我对徒弟 有时候声色俱利 他没有 他只用一句语言 点一下 不开心的表情 我就知道怎么回事了 那师先生在家 跟爱人的时候 一般是这个态度吗 两人结婚 到现在为止 那真是非常恩爱 因为我师娘不会做饭 师父生病以后 师娘没进过厨房的人 天天给我师父做饭 用我师父的话说 已经二级出师的水平 非常恩爱的一段出气 而且今天其实 师娘的爱人 也来到我们的现场 我们两个人搞得像 没有遛过马路 搞得像前边一个 后边一个 我们走到就跟拉链一样 看谁速度快 怕别人看见 别扫的 不好意思 怕人举报 所以一直到今天 怪对不住我爱人呢 身体不好以后 一直起早贪黑 这么料理 我这么伺候 真的 反正借这机会 也谢谢 谢谢我老伴 谢谢 其实师先生 嘴里说对不住 但是真的是像这样一个 年轻时就在一起 一直到今天 风风雨雨 这样的夫妻 也值得我们每一个人 去学习去羡慕啊 刚刚呢 其实通过我们的徒弟 美人的一个评价 对师先生这位师傅 我们有一个很立体的了解了 台下据我听说 您的徒弟里 有一个模仿 您模仿特别像的 德江 德江学我学特别像 就是那时候在曲艺团 我们是学员 有一次呢 我非常感动 是把我叫到他们家去了 等会儿来个电话 你等会儿啊 动作都像 都跑过去 对 没错 接电话 喂 你好 我是施圣洁 对啊 我的妈呀 这几句印象特别深 我说哎呦 这跟那个电台里边一样啊 我说这声音太一样了 就这个 您这也太一样了 后来我给别人学 是别人跟他说了 就是让他知道 你学我 那您觉得他学您学的像吗 太像了 我以为他肯定特别高兴 他不但没高兴 他就说这句话 你呀不能学我 你得有自己的风格 阿德江 像不像 就这意思 我这样理解啊 不要学谁 你比如李丁 李丁他的身上有李文华的影子 但是他绝不可以学李文华 因为李文华他的声音 他的年龄 你要学他不就麻烦了吗 包括邱英俊也是 我特别喜欢这个孩子 他具备相声演员的 应该具备的所有条件 一定要发挥自己的特长 博彩仲家职场 把您优秀的东西 拿过来我来用 让大家又无所察觉 这是非常高明的演员 那施先生 您觉得我们两个人 谁更好一些呢 现在属于半斤八两 你问这一句就全折过来了 我就比你强就行了 没有啊 半斤八两是一样的 我听说 对面这些老师里面 有一位是 一推开施先生家的大门 咕咚就跪地上磕头拜施了 对 当时一敲开门 哐汤 进去我就跪下 跪下就是 哎呦 孩子 这过年还早呢 我是拜施来的 先生 当年这徒弟一开门就跪那了 没吓您一跳吗 吓一跳 是的 吓一跳 是 吓一跳 赶紧把门就关上了 冷静冷静再开开 当时关上了 带东西了吗 那舞台上除了徒弟 还有很多位义子 比如这个苗副老师 你是怎么样一个机缘 就成为了施先生的义子呢 我和王生的专场 当时那个邀请实现好几次 老爷子忙一直没腰上 后来是14年 那天还出了一个特别大的意外 油罐车着火 整个高速堵炎了 我能想象到老爷子出了机场之后一个人 就那儿啊 老爷子都没给我发脾气 是说了一句 你要再晚来一点啊 我看有一趟回哈尔滨的机票 这比骂你都厉害 这个 对 就是生气了 从那天中午开始 我突然感觉到有一个这个词上的变化 从那天中午吃饭开始就叫儿子 晚上把老爷子送回宾馆 然后一推门 就跪下来 当时认完那个义父之后 送过我八个字 我到现在都作为自己的这个标杆 他说孩子记住这八个字 天分 勤分 缘分 最重要的是本分 刚才我说了 我们相声就像一个大家庭 现在有人问我分为主流和非主流 我不知道谁分的 是怎么划定的 这个界限在哪 不知道 因为我从小学艺 我记得他们一口同声的说 孩子 要想说好相声 一定要争作一流的演员 所以我就记得 我们这行内有一流 这主流非主流谁画的 另外这个语言逻辑上也不通顺的 我们介绍某一个演员 说这是国家一级演员 邹德江 大家一听就明白了 我们介绍这位是国家非主流演员 这不像人画呀 这种划分真的 妨碍了我们相声艺术的发展 好 因为我为什么这么借这个机会感慨地 说这么一段话 希望你们不要把这话剪掉 一定要播出 这对我 对我们从业者 我想都是一种鞭策和鼓励和警惧 好 好